通常兩個禮拜會洗一次 一兩個星期左右 一個星期 通常最多都是用塵換機吸一下 我就是洗機洗 時尾會吸下塵 一年左右換一個 半年一年左右 都沒有定的 有時看到去磨爛我就換 又到年28是時候大數取 但其實清潔月入平日開始做起 有研究發現一個月不用枕頭 就會滋增一千萬個細菌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專家Tracy 跟我們說一下 怎樣清潔和保養床上用品 其實床品一般多久要洗一次 我們一般建議一個星期洗一次 因為人們睡覺時都會進行新陳代謝 口水、汗水、皮舌 都可能會殘留在床單上 或者也可以用枕墊或床墊 隔絕了這些細菌就更加衛生了 我們會建議每兩年 就要換一次全新的藏品 因為用得久了 自然都會損耗了 Tracy 我想問枕頭的清洗方法 又有什麼不同的 枕頭就建議每兩個星期 用眉濕的布抹一次 因為枕頭就不可以 用耳機洗或水洗 如果洗了就會變形 或者承托力比較差 怎樣做才能令枕頭更耐用呢 想枕頭更耐用 建議用枕頭的保護墊 可以隔絕細菌或口水 枕頭一般壽命是兩至三年 如果你發現枕頭有變黃 有異味 或者起床時頸痛 也是時候要換了 那床褥呢 我帶你去看看 這些床褥其實是沒得洗的 床褥一般體精比較大 就比較難洗的 也會建議每兩個星期 換床單的時候 都可以用一些眉濕的布 抹一抹表面的 毛巾都會建議 每三個月就要換一次的 今天多謝Tracy 大家一起抹拆以上的方法 一起過過乾乾淨淨的新年